钢化玻璃是如何钢化的 能承受几吨的卡车却无法切割 什么原理 钢化玻璃是一种非常坚硬的玻璃 常用在银行等一些地方用来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 钢化玻璃到底有多坚硬 国外用车开上去 整块钢化玻璃都没碎 普通玻璃的话早就碎了 为何钢化玻璃的承重能力这么强 它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和制作传统玻璃不同的是 制作钢化玻璃有一个特殊的钢化过程 将钢融化的玻璃迅速冷却 就能得到比平时玻璃更加坚硬的钢化玻璃 这一步的灵感来源于最早锻造武器时候的脆火功力 而钢化玻璃坚硬的原因 主要在于受热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向外的张力 而迅速变冷则会形成一种向内的压力 这两种粒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种特殊的平衡状态 这种钢化玻璃是传统玻璃坚硬程度的好几倍 但同样它也非常的脆 只需要一个小洞就可以破坏整面钢化玻璃 主要是内外达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 而一旦破坏这种平衡的状态 它就会瞬间崩坏 在这一点上和鲁珀特之类非常的相似 鲁珀特之类也是迅速冷却后制作出来的 就连子弹都打不碎 但是你要破坏它的尾 它整个结构都会被破坏掉